中文字幕志愿者 海军司令租渔船试察 沉默战舰旧冒换新年 刘宫岛思去旧的一夜 白马庙揭开新的诗篇 敬请关注 讲武堂即将播出 红色枪杆子密文之三 从红湖走向大海 2015年10月 甲午海战中 壮烈战争的志愿舰 部分一海探劳出水 沉睡多年的战舰部件 再现了中国早期海军 悲壮的一幕 也让人们深刻体会到 当年中国有海无防的痛苦 今天人民海军已经远赴大洋 并拥有了自己的航母 令人们无比自豪 谁能想到 这支了不起的人民海军 它的起步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更有意思的是 起步的原点 居然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 中国在近代 是被西方的列强 用尖船力炮打开国人的 所以打那以后 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您说的这个话 我感受特别深 因为前一阶段 我参加了甲午海战之中 致远舰残骸的打捞 那么在这个探捞的过程之中 我们当时把致远舰的钢板 打捞出水了 打捞出水的时候 这个船上的钢板 居然就像是刚刚沉下去 因为它漫漫在泥里面 有一部分它还保存着 当时的光泽 出水的时候我们都很吃惊 好像去年刚刚沉下去的一样 但是当把这个钢板 拿到岸上的时候 五分钟之内 就变成了全是秀迹 所以我们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好像这些海军弟兄们 他们沉下去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早晚有一天 要去找到他们的 那么他就一直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他出水 就让我们看一看 当年他们是怎么样 在这场国运之战之中沉下去的 现在呢 就是让我们看完之后 五分钟之内 就好像一个人 在你面前刷一下就老了 所以那时候感触 真是非常的难过 但是想一想 又想到我们 现在人民海军的情况 就感到非常的自豪 中国在近代 被外国的海军欺负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过去小米加步枪 打的是陆战 其实也总被敌人的海军欺负 因此这个中国人 再加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创建开始 尽管当时条件很落后 因为近代海军呢 它都是近代工业和科技的接近 那就是中国确实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呢 当年中国人也就有海军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创建初期 也从今将来能够建立一支 自己的海军 我们前两期节目聊过 我们的陆军 我们的空军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早的 但是海军行样呢 人民军队在发展的过程中 考虑到我们要真正的动手 去建设海军 这个是比较晚的 但是我们的党员 介入到国民党的这个海军系统 还是比较早的 可以上手到大名鼎鼎的李志龙 而且李志龙当时在 国民党海军系统里面 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现在当了海军少将 最后又当了这个海军中将 他可能是当时 我们共产党员 在国民党这个军队系统里面 军线最高的一个 李志龙他这个人的这个经历 也比较奇特 他早年呢 就是这个 烟台海军学校的学员 因为海军嘛 军官他必须有专业培训 另外呢 他参加中国党党又非常早 他是1921年的党员 就中国党建党的时候 他就是党员 他给苏联顾问包罗廷来 他给苏联顾问包罗廷当翻译 后来呢 他为了这个丰富陆军知识 就上了皇母军校第一期 可以说呢 他这个军校 其实进的是很多的 我们说能文能武 他是能路能海 但这件事可能也引起了 蒋介石对他的一些遗迹 因为本来蒋介石很喜欢这个学生 后来等他当到了海军局 代理局的局长的时候 这时候觉得有点担心了 接着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又是跟苏联顾问之间 矛盾很深 他就开始有一个什么担心呢 说会不会李之龙啊 用他的中山舰 准备把我挟持了 送到海深海去 把我给送到苏联去 然后这边夺权 他又有这么一个怀疑 以至于后来引发中山舰事件 李之龙虽然一度身为海军中将 并以代理局长身份 执掌海军局 但是不久之后 就因中山舰事件被关押 共产党人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掌握海军军舰 就被迫回到了陆地 卫生说 以陆军起家的人民军队 在创建之初就体会到了海军的重要性 站在岸上的共产党人 是如何扬帆起航 走向大疆的呢 外国记者提到的洪海军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他的创始人又是谁呢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陆战中间起家的 但是从人民军队刚创建开始 就感受到敌方海军的威胁 南昌起义为什么选择在南昌 最早啊 其实像李立三他们那人提议 是在九江动手 因为当时夜艇部队主要还是在九江 后来一考虑 不能在九江打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九江它三面还水 国民党那是有海军 当然它海军主要在长江里活动了 所以你在九江一打 人家有铁甲兵船 你又打不着人家铁甲兵船 人家要拦截你的退路 你跑到一块跑 所以还是把这九江的部队 调到南昌去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 南下潮汕到了汕头 马上又看见国民党军舰 而且还外国军舰 你在岸上你还没办法对付他 他陆战队还上来了 跟贺龙的部队还交过手 说当时就赶到吗 结果我们只是在汗鸭子 在路上跑 人家在海上在水上追你 而且你对他那个铁甲兵船 你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请管您是说的是 当时我们对这个铁甲兵船 好像没什么办法 但是我听到您提到一个名字 提到了一个贺龙 贺龙很有意思 我们发现在国外记者的记载里边 曾经这么说 说贺龙当年在红湖 组织红军的时候 也组织了一支红海军 当然这是外国人这么说的 但是说贺龙的红海军 可是有争气铁甲的战舰 严格意义上讲 这叫不了红海军 那是当时这个外国人给他加这么一个名词 主要红军193年以后 在红湖地区活动的就是红二军团了 当时抓到了国民党一艘潜水炮舰 排水量也不过150吨的 那是个小炮艇 但是有这么一个炮艇也不容易了 那就是终于有了个铁壳船了 当年这样是个铁家伙 那是红军第一次得到的江上铁家伙 当时因为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 就像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这第一艘战船也命名为列宁号 当时这艘列宁号就装上来讲机枪 还装上迫击炮 在这个红湖以南的长江上去巡航 还可以拦截这个国民党的船只 而且还可以轰击这个严干的国民党军队 说这个列宁号当时在1930年31年 还发挥了挺大的作用 而且就后来贺隆回忆 当时他的手下还不只是一艘列宁号 他有一次提到过 当时手下有两艘船船 但是遗憾的是 另一艘叫什么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想象 在当时的条件下 我们的红军居然有两艘这么小型的舰艇 而且能够在长江上一度称霸 至少在那段水域可以称霸 可以说我们的老总在那个时候 也品尝到了 运用自己水上力量的那种快感 外国记者眼中的红海军 并没有真正走向大海 虽然列宁号炮舰曾经在红湖参加过红军 与国民党军徐原全部的作战 勉强算得上是人民军队最早拥有的作战舰艇 但是人民军队真正拥有现代化的作战舰艇 却是在建军20周年后的解放战争时期 那么这艘舰究竟来自哪里 又是如何来到人民军队安家落户的呢 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这个列宁号也可以算作人民海军 某一种程度上的十足了 应该可以算第一吧 最早拥有的这个正式作战舰艇 其实要说起来的话呢 我们就想当年一说红湖 就是红湖水浪打浪 你还能记得那韩英脚上的讲传 咱们怎么也想不到 它当时还有炮艇 实际上我们人民军队 真正意义上这个缴获的 现代化的作战舰艇 还是在1947年 我们的府援大队 缴获得国民党的这个何永健 对 没错 那么这条舰艇后来我才知道 它怎么会落在新四军手里头呢 跟国民党海军的腐败有很大关系 这帮家伙呢 它本来是要过来执行任务的 居然为了走私呢 在船里面装了大量的什么火腿呀 什么这个年货等等这些东西 装上这些东西准备去卖去的 这一下船的这个湿水就深了 就走到宿北这超彩呢 就搁浅了 得 搁浅了以后呢 他就想找人求救 他也不知道暗示是什么军队 他以为还是国民党军控制 因为当时国民党报纸宣布了 苏北的这个什么新四军都被我们打跑了 结果他就冲着天下打机关炮 那军舰有机关炮啊 我们是听到打机关炮是干嘛呢 就伤了就伤了一下对策 就派了两名新四军的干部 反正也穿着跟国民党一样的军服上去跟他谈 谈完之后呢把他的人都请下来 请下来才发现 哇 这是新四军呢 得 连船带火腿全让新四军给抓了 不单呢我们得到了一条真正的这种机械化的军舰 我们还得了过年的礼物 但是实际上我们当时也没有自己的这个军舰的操控人员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把何永健用起来 我们还得还得靠这批人 其实呢当时啊新四军在这一带呢 还真有一些操舰的人员 比如说在当年打黄桥战役之后 接着打了曹殿之战 那么陈毅元帅当时去曹殿的时候 他就是坐着小火车过去的 那个船长叫韩忠 这一次这个何永健被我们缴获之后呢 把韩忠调过来来担任何永的船长 而且在担任何永艇的艇长期间呢 这条艇还真的参与了新四军的一些作战行动 当时这个其实俗称新四军呢 实际上已经变成人民解放军这个滑动军区了 当时这条这个何永号的艇啊 因为这个油料 再加上来讲呢 这个驾驶啊都不能保障 其实就放在这个海边上 准备以后再用 但是呢当时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完全没有制空权 国民党飞机整天搜索 这种一条何永艇吗 没有啊 它开始用来那么打打那么海匪 进行巡逻 进行巡逻可以 但是来讲 那个艇毕竟太大 你不像这个路上的战士 你可以找个树里隐蔽 停一上那儿隐蔽去 那没有地方隐蔽 后来国民党飞机就发现了 然后就用飞机这个轰炸和扫射 当时也没有什么防空武器 顶多有个20毫米机炮 那一门机炮的那个也顶不住 顶多有一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对着空中打一打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 人一投弹一扫射 最后那个艇也就被炸坏了 以后也再都不能用 1948年4月 何永浩被国民党空军发现后击沉 何永浩尽管参战次数不多 却粉碎过一次暴动 剿灭过一次海匪 培训出不少海军骨干 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 留下了一段传奇 不过白手起家的人民军队 从来不缺传奇 事实上 在何永浩加入人民军队之前 有一支部队已经成为人民军队中 第一个拥有海军番号的部队 这就是八路军交东军区海军支队 这支神奇的海军支队来自哪里 为什么在没有海军舰艇的情况下 还要设立这样的番号 交州湾荡漾的壁波中 为什么看不到这支部队 乘风破浪的身影 有时候历史细究起来特别有意思 您看我们的人民海军是1949年成立的 刚才两位老师的讨论中也讲了 我们的第一艘舰艇 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有了 我们的缴获的国民党的现代化舰艇 也是在1947年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们人民军队中第一个带海军三号的部队 它也是在人民海军正式组建之前就已经有了 这支部队说起来 还要说到抗战期间 就是刘宫岛有一支日伪军部队 战前起义了 这应该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刘宫岛起义 这个起义当时影响相当大 震惊世界 刘宫岛起义的这件事情 在美国旧金山的广播里都广播了 所以这边就说原来这个事情很大 但当时起义者并没有想到将来去干什么 因为他们只是受到爱国热情的这种激燃 所以决定起来反抗日本人对他们的压迫 这些人原来都是骗到岛上去做海军 就是做汪违海军的这些人员 那他们不愿意做汪违的海军 不愿意做汉奸 还想做中国军人 想做中国的海军来保卫海疆的 怎么办 于是他们就在刘宫岛1944年发动起义 杀死了日军的指导官 干掉了几个汉奸 然后部队集中到了现在的威海卫的一个战桥 这个铁码头这个战桥 是当年北洋水师使用过的 所以这次起义 其实我觉得就像是中国海军 就是当年从北洋水师的覆灭 到人民海军的升起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 那么他们就在这 这个有意思就是他们当年使用的铁码头 今天人民海军还在使用呢 那么他们起义的时候 还抢了当时就是日军在这使用的三艘军舰 那么在往外走的时候 还碰到了就是日军的巡逻舰 双方擦过来的时候 这边都已经把炮也都占好了 说不行咱就开打了 就日军没想到中国人当时敢于起义 就这么擦肩而过过去了 那这个部队呢就到了烟台 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了我们当时八路军之中 一名非常优秀的敌工人员 这是属于郊东军区的敌工干事 叫新冠吴 这个人真是个天才 发现他们上岸以后呢 帽子全都反着戴 反着戴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反正了 不再是这个日伪的军队了 那好我们去动员他吧 就去了 说你们起义啦 是我们是起义的 那你起义你想干什么 我们起义想抗日 你想抗日呢 那你想跟谁抗日呢 我们想跟着正规军抗日啊 没错 我们八路军就是第十八级组军 我们就是正规军啊 那你跟我们一块干吧 哎呀那也不错啊 跟你们一块干吧 但有个问题啊 我们是海军呢 那我跟着你们 我们还能做海军吗 还想干专业的 对一定还要做海军 好没问题 你们只要跟着我们抗日 你们还是海军 就这么着 把他们就编入了八路军的序列 但是这个部队呢 改了一个特殊的番号 叫做八路军交东军区 海军支队 这样就有了一个海军的番号 就这支部队起义的时候 杀死日军指导官 日军司令那个楼 到今天在威海的流工岛上 咱们还能找到 这支部队反正之后 八路军交东军区 一直保留他们的番号 就是海军支队 所以八路军的第一次有了一支海军支队 是没有海军舰艇的海军支队 其实也是蕴含着这个 当年这个八路军的一种愿望 就是抗战胜利之后 我们还是要建立一支海军 这些人呢 就是一个宝贵的骨干 所以当时没有给他们编散 派了政工人员去 这个骨干还有保留 很快日本投降了 当时呢 这个海军支队也奉命挺进东北 挺进东北 开始有这么一种打算 当时希望能够接收 日本一些海军装备 建立我们的海军 但是呢 这个可能性马上就没有了 因为东北当时主要港口 大连和旅顺 苏军站 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站了 你港口都没有了 所以登陆之后 一看有没有可能建立海军 当时呢 就把他们呢 就是派到这个黑龙江去 因为黑龙江啊 有原来这个围满的一支江上军 就是这个舰艇部队 想到那个地方去呢 就接收一点这个舰艇 那么也可以发挥这个海军支队的作用 让他变成名副其实的这个海防支队 但是呢 等赶到黑龙江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讲 也这个这个时候的江上军舰艇 也都被苏联给拉走了 就没有可能接受舰艇了 那么这个海军支队干什么呢 就就地参加剿匪了 到临海血缘中间呢 这个剿灭这些土匪 巩固北满根据地 他就没有回到大海 进入了临海 从红虎向长江 惊陷红军炮舰 从大海到临海 海军打虎上山 海军司令租渔船试察 沉默战舰旧冒换新年 刘宫岛思区旧的一夜 白马庙揭开新的诗篇 敬请关注 蒋武堂正在播出 红色枪杆子密文之三 从红虎走向大海 海军支队没有下海 而是穿山入林 变成了剿匪部队 支队由原来的五个中队 扩编为两个大队 一个警卫中队 人数于千 改番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 辽东三纵队二支队 这支从大海走向临海的部队 在解放战争时期 究竟书写了怎样的英雄传奇 究竟是怎样的契机 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最后回到了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大海 你看那个临海血缘里面的像曲波呀 什么杨子荣等等这些都是这个部队的 但是他们可不是起义人员 他是怎么进入这个部队呢 这是跟海军有点关系的 因为这支部队起义的时候 他是作为海军人员参加到八路军里面 海军什么特点呢 海军人普遍学历比较高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兵种 他得技术比较好的 这些人才就文化水平比较高 然后这边共产党一看 就是你这个部队来了 我们要改造你呀 那改造你 我随便派部队过去 派一些干部进去 你瞧不起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派一带知识分子进去 那么去了以后呢 除了这些人以外呢 还招收了很多 就当时适合于参军的人员 就苦大仇深的 能够反映我军特点的这样的人 招到部队里面来 让这个部队的成分变得更好 这里面就有杨子荣 这里面就有杨子荣 所以杨子荣实际上是 这支海军支队里面的新战士 我们都没想到 杨子荣还当过海军 那么他来的时候呢 也挺有意思 我问了一些他的战友朵仁堂 因为朵仁堂现在就在 总三三部休养 那么就问他说 当初杨子荣是怎么跟上 咱们的海军支队 一块去的东北剿匪呢 说 别提了 说杨子荣来的时候大个儿 一问他要干嘛 他说 因为首先他在东北扛活 扛了很多年 经验 社会经验也很丰富 他说这么大个子 我想来当机枪手的 说我们机枪手已经够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当这个 就是那个炊事员 背那大锅 那也得有劲 因为当时行军呢 还真是被找几个 身强力壮的炊事员 结果他就背大锅了 成炊事员了 但是没想到 就往东北进军这一路上 他就变成侦察员了 原因是就发现呢 他这一路走 这个人特别会宣传 而且呢 跟社会上各种各样人打交 一路上发动了 30多人参加大陆军组 因为杨子荣啊 此前呢 到东北就是武功啊 是打过三千功 他虽然是这个 闯荡过江湖的人 闯荡过江湖的人 闻情练的 对东北情况也很熟悉 南满北满 他都不打不过 因此呢 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来讲 是个出众的人才 而且跟东北这个土匪 他也打过交道 所以杨子荣真会黑化的 这个林海雪 里写着杨子荣黑化 那不是编子 那真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的人生经历 包括他本身的天赋 就决定了 这肯定是个优秀的侦察员 这样呢 一到东北剿匪的时候 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这样一个战斗英雄 侦察英雄 就然然升起了 另外我们后来 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当时海防支队 北上的时候 并没有全部北上 他的部队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北上 成了后来林海雪原的 这支部队 还有一部分是南下 这支部队南下去哪儿呢 最后我们才发现 就是在1949年4月23号 白马庙成立海军 华东军区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出现了这支部队的番号 就是当时这海军 最开始建立的 就是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呢 是一个骑兵师的师部 一部分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 何永浩 那条船 他们所属的那个部队 宿北海防团 他们过了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支海防支队的人 交通海防支队也到这儿了 留下南下的那部分人 所以应该说呢 这刘工岛起义 跟人民海军的建立 还真有点亲戚关系 也就这部分人 就一直还 还重建老本航 真正到海军去了 可是林海雪原 去参加剿匪的这批人呢 应该说就留在了陆军了 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 他们里面还是有很多人 最后又要返回到海军中去 因为呢 1949年春天以后嘛 这个全国快要解放 毛泽东在1949年的 这个党的工作任务 和部署中间就提出嘛 争取在年内 建成一支能够使用的 空军和海军 所以1949年 年初就开始提出 建设海军的任务 当时华东军区 和这个华东野燃军 还没有这个条件 那么只有东北军区 想办法了 东北军区呢 这个时候在 安东就建立最早的海啸 教员什么人呢 那河大床又得找 刘工岛起义的人 因此这些人呢 又回到他们的本行 全国解放前夕 华东野战军 奉中央军委命令 成立了海军教导队 调远刘工岛 龙虚岛起义人员 170余人 参加了人民海军的战斗行列 据统计 全国第一批潜艇部队 有四艘潜艇 其中三名艇长 一名艇政委 是刘工岛起义的 第一批出国参加 艇长班学习的八名学员中 有四名是刘工岛起义的 第一批四艘驱逐舰的舰长 有三名是刘工岛起义的 事实上 国民党海军的起义部队 除了被人民海军的建立 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 还输送了多艘现代化的战舰 那么究竟是哪几艘战舰 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进入1949年以后 特别是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以后 整个国民党 就是已经日保西山了 这样的很多人也看清楚了 陆军败得一塌糊涂 海军这方面 国民党也开始出问题了 就是由国民党海军的军舰 开始弃暗投明了 最先起义的应该是黄安号 黄安号是一条原来日本海军的海防舰 那么日本投降以后 把它作为赔偿 当时赔给了中国 那么中国就把它改造成一条护卫舰 叫黄安号护卫舰 当时起义影响最大的还是重庆号 为什么国民党海军当时起义的人员也比较多呢 重要原因就在于 这个海军它是个高技术军种 参加的人文化程度都要比较高 恰恰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前途最敏感 他深感到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例如重庆号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最大的一艘军舰 它是英国二大战中间生产的曙光女神号 就是5000多吨排水量的轻型巡洋舰 当时国民党军队接收英国那条军舰 从国内选拔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这些人 去到英国接舰待了半年多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这半年多时间呢 这些人真是省吃俭用啊 因为家里有家属饥寒交迫 出国毕竟有点外汇嘛 1948年夏天这个重庆号开回来了 正好赶上国民党避制改革 就叫兑换机缘券 要求人们把这个黄金银元 外币都拿来兑换这个金银元券 大官其实谁也不对 下面那个基层小官 包括重庆号的官兵 都让他们把这个 从英国攒点外汇 兑换成这个金银元券 那没出两三个月全变成废子了 硬通货变成了这个没用的金银元券 变成金银元嘛 那全剑官兵他们怒不可遏 然后又让他们到这个塔山海面上打内战 本来这就是一肚子气的 你把我们的这个辛辛苦苦攒的东西全变成废子了 还让我们到第一线去打内战 因此到这个塔山海面上 那些军舰的炮手根本就不认真开炮 说大部分打的来讲都是那么空目标 这个时候呢 舰上又出现了这个 共产党地下党影响的这个官兵 组织这个士兵起义委员会 另外呢 这个舰长邓兆祥 也认为国民党真是不可救药 所以说呢 在这个1949年的2月间 重庆号宣布起义 他这个起义对国民党海军震动非常大 是当时中国吨位最大的一所军舰 火力也是最猛的 火力也是最猛 起义之后 当时这个其他国民党那些舰长 就跟那个国民党海军司令贵永庆讲 如果不把这个重庆号给搞掉 我们谁也不能出海了 谁出海也打不过重庆号 所以国民党当时就派飞机追了仗 为了保全军舰 最后干脆决定自称了 说重庆号虽然沉没了 但是呢 这些人员保留下来 朱德总司令还专门接舰了这些人员 你们将来是建设人民海军的骨盘 人民海军曾对重庆号寄予厚望 如果该舰能够服役 以火力和敦位而言 直到20世纪末 台湾地区都难有能够与之对抗的舰制 但该舰在自成时 因为缺乏经验伤了龙骨 一些关键设备又被作为打捞底肠交给苏联 加上修复费用过于昂贵 后来不得不改为训练速国舰使用 不过当年重庆号起义虽然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但还有比重庆号起义更加震撼的事件 那就是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 黄安号和重庆号起义隔了12天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但是影响最大的是第二舰队集体起义 这一下应该说国民党的海军半壁江山就没有了 第二舰队起义主要是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结果 4月21日毛主席周总司令发布了现在全国进军命令 当时形容万炮齐鸣是万传齐发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另外拿下了长江出海口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它是有炮台的 在南京国民党江面上的军舰 你跑都跑不了了 贵永卿走的时候要求 你们谁冲出长江口 官升一级 当时谁也不肯跑 一个是对贵永卿反感 再来讲也跑不出去 因为解放军已经占领了江阴跑台 你只往上跑往武汉跑 那也是 那没用 没用嘛 你还是要落在我们的手里 对 再跑也没用 当时第二舰队司令林尊才有爱国思想 受到地下党的宣传影响 而且这一段应该是比较传奇的 当时我们知道林尊的同窗好友 也是国民党的少将 让他出面做林尊的工作 发动起义 这次动员林尊起义的郭寿生少将 他就是烟台最早的三个共产党之人 另外还有一个共产党也做到了 国民党海军少将 是曾万里少将 在抗人战争中以身殉国了 但是郭寿生是一直潜伏 到这个时候开始动员 是我们部下的棱子 是我们部下的棱子 那么林尊确实是有爱国精神的 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中国的南海 那么就要说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那么抗战胜利以后 就是林尊带着舰队去接收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 为我们中国就是巩固了南海的边防 所以他回到国内之后 对这种就是国民党方面 这种内战的事情非常反感 这时候他本身也有起义的想法 再加上刚才薛燕将军讲 将军炮台已经起义了 他根本冲不下来 所以最后促成了第二舰队的起义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说 还有一条军舰蛮传奇的 说说他的经历就能让我们知道 共产党最初的这些军舰 到底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条军舰 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过他 在哪看到过他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甲午风云》 甲午风云里面邓士昌 正在军舰上指挥炮击日舰 那我们肯定知道 他身上他坐的这条军舰 肯定是不可能是 当年北洋水师的战舰 这条船是哪条船 这条船是人民海军的一条炮舰 名叫延安号 但是延安号本身并不是 就是人民海军一开始使用这条船 不是我们自己建造的 它的前身叫做永济号 这永济号是哪来的呢 清朝末年建造的 清朝末年建造的这么一条军舰 在国民党海军中使用 使用了之后到抗战时期 在湖北的新堤 这条船重弹沉没 沉没之后呢 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船 是放了一把火 把它烧毁了 没想到呢 日本人看到这条船以后呢 觉得这条船还可以用 又把它修复了 在汪维海军中使用 那等到抗战胜利之后呢 又把这条船 又交还给国民党海军 又再使用 那这条船呢 就编入了第二舰队 林尊率第二舰队起义的时候啊 这条永绩号军舰的舰长 不想跟着走 他就往下游跑 他往下游跑就是 徐彦将军刚才讲到的 那个将军炮台 就开始跟他进行炮战 那结果一下就把它给打沉了 就沉在了江里 就这么一条清朝末年的军舰 又被打沉过两回 居然我们人民海军呢 还得把它打捞起来使用 因为我们实在太缺军舰了 那么把它使用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 那么最后退役的时候 总算有一个光彩的结尾 就是充当了甲午风云里边 邓氏昌的这条军舰 那当时最后 它还有一个更光辉的结尾 它是我们人民海军呢 试验地对舰导弹的时候 那个靶舰 我们的地对舰导弹 第一次打中军舰 就打中的是它 最后证明了我们的海防 确实有这个导弹的力量 当时第二舰队起义以后啊 投奔到人民怀抱的那些舰艇 很多都有刚刚您说的 被打成以后再捞上来 重新使用的这么一个经历 在第二舰队起义的当天 就是1949年4月23日 当时中央军委得知的 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的消息 非常高兴 觉得建立人民海军呢 终于有了基础了 有了这么一支舰队了 马上决定呢 成立华东军区海军 由张爱平呢 担任司令员 4月23日这一天呢 后来就成为人民海军呢 就是正式建立的纪念日 但是呢 当时建立的华东海军呢 司令员是张爱平 但张爱平讲嘛 我名为海军司令啊 实为空军司令 什么叫空军呢 空空如也 第二舰队虽然迁无起义了 国民党飞机马上来轰炸 一个星期之内 把那9艘军舰基本都炸衬了 没有炸衬的也只好自衬了 那等于说是 海军刚刚建设起步 接着这个军舰又没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白手起家 先集中人员培训 然后呢 再建设人民海军 人民海军的创建 是典型的秘书单位 白手起家 因此许多举措看似传奇 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 有谁知道海军的创建之地 不在海滨城市的真正原因 有谁知道海军司令员 不拥渔船 视察部队的背后 隐含着怎样的心酸和无奈 有谁知道 沉船力炮的建设方针 体现了人民海军创建者 怎样的创新思维 又有谁知道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 海军方队走在最前列 寄托着共和国缔造者们 怎样的期盼和希望 实际上我们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按说你要建立人民海军 你总的找一个靠海的地方 你比如说哪怕到上海去 成立人民海军也可以 他当时就直接在江苏 泰州白马庙就成立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 这是个历史的偶然 因为当时素玉他们 接到中央这个电报 他就在白马庙附近 当天就开会 决定成立华东军军海军 最初这个海军司令部里 只有13个人 所以就是真是空空如也 开始白手起家建海军 但这个情况 不仅仅是华东海军如此 中央这边办海军也是如此 我们的第一任海军司令员 萧敬光大将 他就当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描述 就是他成为海军司令员以后 那要视察海军基地 刘宫岛 这是典型的一个海军基地 当初北洋水师的母港 他到那去 但是刘宫岛这个地方是在海上 那海军司令去 你得坐船 他坐什么船去的呢 萧敬光大将回来回忆 说是坐渔船去的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那么他坐渔船过去以后 上了岛以后很受刺激 他就很生气 就下令部下记录这么一条 就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司令 萧敬光到刘宫岛 乘渔船前来视察 他是受那于老大刺激 于老大说一看一看说 这个萧司令萧司令 说你什么司令啊 我说海军司令 人家就奇怪了 你海军司令不做自己的军舰 不做自己的巡逻艇力 还租我的渔船 这可能也是世界海军史上 独一无二的事件 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 就是当时人民海军虽然起步艰难 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这个海军呢 很快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战斗力 那么前几天呢 我曾经在上海采访了 张爱萍将军的秘书黄胜天 也是最早参加人民海军建设的 这样的老海军 他就讲到啊 说当初那个船 的确是被炸得很惨 但是我们想方设法保护的 想方设法呢 把它打捞上来 在上海进行修理 而且同时做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李贤下士 就是把那些原国民党海军的人员 我们重新让他出山 就很多人不愿意出山了 就说这个 我们当年当国民党是吧 当年已经战败了 那我们就不要出山了 张爱萍能够去呢 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请出来 那么请出来 能让他们从技术上 帮助我们建海军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当时还请他们出谋划策 比如说有一个国民党的将领 叫曾国生 他当时出的一个建议 就对人民海军的初期建设 有很大的帮助 他说什么呢 说你看现在国民党海军 经常过来跟咱们打 咱们这边就这么建设海军 按部就搬得来 不一定打得过 来不及 急等着用 但是海军就是海军 我们就得建设 得跟他较量 怎么办呢 四个字 叫做沉船立炮 什么叫沉船立炮 船就可以 用沉舊的船 沉舰的船也可以 捞上了以后呢 炮要好 火力要猛 火力要猛 那么这样的船出去呢 可以跟他较量 结果就这样 我们修一条船 撞上炮 就出去一条船 修一条船 就出去一条船 我们比如说 当时有陈雪江将军 他就当时 把这个铁坑的渔船 装上战防炮 把它组成炮艇 居然能够在海面上 跟国民党海军呢 就打了个木箱盛下 这样一看呢 人民海军 就初步有了自己的战斗力 而且他那个沉船呢 也不是什么样的船 都拿来就用 首先你本身还要比较结实 就没关系 要结实 第二呢 速度还要比较快 这样就勉强勾用 还有呢 当时还想了个办法 就到香港去 收购一些旧船 哪怕是商船 渔船 只要符合我这个条件 我就买下来 另外呢 实际上当时 我们跟英国 还订购了一批船 有驱逐舰 大概总共有十几艘吧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 朝鲜战争的爆发 那么我们人民海军的建设 恐怕会步子更快一点 问题是 朝鲜内战一爆发 英国马上就取消订单 这样呢 我们还要继续用那些旧舰 尽管是这种情况呢 但是我们可以感到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 对于海军 还是相当重视的 现在如果咱们到 海军的部队去看的话 经常能看到 在他们的墙上面 会有一条语路 就是当初毛泽东主席所写的 我们一定要建立 一支强大的海军 但是我想啊 一定不是毛泽东主席 去海军舰队视察的时候 才有这个思想 在1950年的时候 当时海军初创的一批人员 就曾经到中南海 去见过毛主席 也是他第一次 接见海军的这些初创人员 包括张爱萍 曾国生 林尊等等这些人员 那么我也曾经采访过 黄盛天 他就参加了这个会见 他说当时这个会见呢 挺有挺特别的 首先当时主席呢 对海军期望很深 另外有一点呢 说在我们这些人里边 有一个人很特别 我后来看这照片 的确是挺特别 就在一群这个 共产党人的中间呢 出现了一个 穿着国民党海军制服的人 我说这个怎么可能 去见毛主席呢 这个人怎么这么 这太不尊重我们了 这不是 是他这个人 这个人叫徐史甫 是国民党的一个海军中将 那么他当时已经出来 为共产党工作了 他也确实想为共产党工作 那他为什么要穿一身海军的 国民党海军军服呢 就是因为他有海军的 这种荣誉感 他说我是干了一辈子海军的人 那现在我们的海军 虽然成立了 但是我还没有海军的制服 哎呀我要去见毛主席 我最崇敬的人 那我怎么能穿着 陆军的制服去见 我一定要穿一个海军制服去见 但是我只有国民党的海军制服 就把上面所有的这种 跟国民党有关的章啊 什么全摘掉了 穿着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 海军制服去见了毛主席 我看到那张照片 其实我挺感动的 怎么感动的 就是你看到有很多人 他在照片里边 真的不是海军出身的 但是呢都在兢兢业业的 为这个海军的建设在努力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 穿着一身成就海军制服的 这徐师傅的时候呢 就感到中国海军人 他们想保卫国家海防的 这种灵魂 并没有因为军舰的消失而断掉 中国共产党人 在新中国建立之时 对海军就非常重视 这一点呢也体现在开国大典中 开国大典的时候 其实当时空军海军司令部 还都没有成立 空军呢有了那么一个飞行中队 在南辕保卫首都上空 海军战斗部队当时还等于没有 但是呢 开国大典的时候决定嘛 走在最前面的是海军方队 那当时没有海军怎么办呢 只好从大连海军学校 调了二多个人 走在最前头 表示有了海军 因此开国大典 走在最前面的方队 就是海军方队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 朱德总司令讲嘛 我现在真正成了 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 说到海军呢 其实有一个人我一直在注意的 就是当年刘公道起义 后来又是临海血缘剿匪的 一代剿匪英雄 这个人就是咱们临海血缘所说的 坦克刘勋仓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人的真名叫刘运仓 他呢虽然后来是当了陆军 而且陆军的战斗英雄 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海军梦 所以到最后呢 他还是选择了再重新回到海军去 去了哪呢 去了南海舰队 那么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刘运仓呢 刘运仓在海军中最后一张照片 他当时快要退役了 快要退役的时候 身穿海军制服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他的手呢放在这儿 这么照的下 就把两个手持隐藏在里面 这样照的 那么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我们能看到海军的传统 因为照这样的照片呢 是全世界的海军一致的一个动作 什么意思 向海军的军神纳尔逊致敬 就是像这种勇猛无畏的精神致敬 因为纳尔逊呢 在战争中打断了手指 所以他实际上这么做 他往这儿一放手的时候 缺两个手指头 于是全世界的海军都表示对他的致敬 那这样一看呢 就是说他最后自己 还是回到了海军之中 圆了自己的海军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从1927年正式建军 到1949年 是在陆战中起家 但是呢 始终有着海军梦和空军梦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 和中国工业化的开始 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呢 建立海军奠定了一个基础 现在我们人民海军 已经是走向世界 但是呢 我们不能忘记啊 人民海军是从 多么艰难的基础上起步 走过了多么不容易的 创业的过程